丟丟 登登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各位 attach 32 ル 櫃 大家好! 我是 sandy! 今天要做留言聊天的相關主題 那 這個是我自己從最常用的社群平台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從網路上 現實動態 IG 現實動態 大家收集過來的問題 匯集而成的一集 首先感謝大家的參與 我們都遇過這種就是 你知道他沒有惡意 他只是想跟你留言互動 但是他的留言卻讓人超無言 那我整年的五種 最多人遇到也讓人最困擾的留言內容 那我自己也會在後面補上一些 自己的意見或是建議 但是緊供參考 緊供參考 開始吧 第一種 自以為幽默 不禮貌性 最常見的就是 你是不是變胖了啊 就這種硬要挑負面的地方去講的留言 像是如果你今天發了自拍照 然後卻收到說 欸 你這個自拍照 手臂看起來有點粗 你發了一個很漂亮的風景打卡照 但是卻 收到這種留言 哈哈你以為你是網美喔 哈哈你以為你是網帥喔 那我就覺得啦 原本開開心心分享就是 自拍照或是一些漂亮的風景照 打卡照之類的照片 但是居然要被這樣 潑冷水 這個應該是任何人都會 都會傻眼的吧 而且通常呢 如果你去回覆那一則不禮貌的留言的話 他都會說 我開玩笑的了耶 你怎麼這麼會生氣啊 然後就想合理自己的行為 很常會有這種人喔 很常喔 我開玩笑的耶 然後就可以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這樣子 強迫別人要覺得 你很幽默 如果你不幽默 他還會說 哎呀沒度量 開不起玩笑 這樣就生氣氣了 吱哭哭 就這種 這種還反過來講你的這種 啊 這種回覆真的是 那這種情況喔 通常最常出現在 不熟識的人 或是沒有到太友好的人身上 就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 蠻大部分是單純的白目啊 然後 另一種情況是 他想要吸引你的注意 他故意要留一些 特別不一樣的留言 人家可能都會稱讚你 或是一些 比較溫馨感動的 讓人溫暖的留言 他就要留個特別不一樣的 然後你就會注意到他 然後他會覺得自己很幽默這樣子 的確 的確是注意到 但是 很生氣的注意到 這個真的是 是 只有扣分沒有加分喔 真的很沒禮貌 而且真的很不好笑 我這邊就是 提供一個我覺得 想要跟不太熟識的人留言互動 就能夠跟 其他人稍微不同的留言 給大家參考看看 參考而已喔 參考而已 這是我自己的 一些小建議 稱讚照片重點以外的地方 例如它是一個 很漂亮的風景照好了 然後重點是 非常漂亮壯闊的景色 當然是 它也有穿 好看的衣服 好看的穿搭 好看的配件 等等的 像是 欸你的帽子好好看喔 喔你的鞋子很適合你耶 就是這樣子的細節 說不定它會因為你欣賞到它 不同的地方 然後覺得開心 第二種 你們到這裡完全只會玩這樣 就是 口氣好像你是它的 你是它的嚇人一樣 你想要做什麼 還要被這個人質疑 而且還要被鄙視喔 因為它的語氣就是 剛剛我那個語氣的感覺 還要被鄙視 而且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打很多問號 這樣也不會 然後問號 問號 問號 超多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 就是 別人想要做什麼 然後想要怎麼做 真的是關你什麼事啊 是不是憑什麼去 質疑跟瞧不起別人啊 我覺得這種人齁 其實真的是無解 我自己是覺得無解 就是 一種 不自覺高人一等的感覺 那也不管自己跟這個人是什麼關係 可能 不太熟 甚至他們很好 但是 就是要嘲笑別人 就是通常我覺得這種人 內心應該都是滿自卑的 就是用貶低別人 然後來創大自己 掩飾自己的自卑這樣子 我覺得 如果 如果你曾經有 遇過這種人 或是你曾經有不小心 這樣子講話的話 如果啦 如果你真的 只是單純想要給別人建議的話 可以換一種方式 換一種態度 換一種頭戲 如果你要建議 或是教導別人的話 應該是 如果這裡不會的話 可以參考看看喔 怎樣怎樣怎樣 這樣也許會更好喔 就這種給別人建議 溫和的方式 是不是就比什麼 這裡這樣子 這麼好玩 你卻只會玩這樣 這樣你也不會玩 是不是好很多 這個就是 說話的藝術啊 第三種 嘲諷型 這個其實範圍蠻廣的 我只是舉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一個範圍這樣子 你今天過得很不順心 然後發文 發洩一下 結果卻收到這樣子的留言 其實明明已經 今天已經過得不太好 或是最近過得不太好 低潮期這樣子 然後還硬要 這個人呢 還硬要篩一個 更不好的例子給你 然後表達 你現在已經很好了 你要知足惜福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種人可能就是 他覺得 要用一個更不好的 去跟你比較 你其實沒有那麼不好 然後他們覺得 這樣子就是一個 很好的安慰方法 可以理解 當然是 聽起來就是 會更讓人不開心啊 這個根本不是安慰 這個是火上加油 通常心情低落的人 聽到這種的話 就覺得 很刺耳 跟很諷刺 而且會發文通常都是 就想討開嘛 想要被安慰一下嘛 這樣子 想要被抱抱一下嘛 其實我覺得 只要回應一些 很基本的加油打氣的話 就很好了 不然就是 可以用一些鼓勵勉勉的方式 例如 難過發洩後 那我們要再好好重新開始 你沒有你想的那麼不好 加油 我覺得都是不錯的回應 就是剛剛講那樣 就是不管你跟這個人熟不熟 至少你講 類似剛剛那樣子 鼓勵勉勉加油打氣的話 都可以溫暖到他的心 他可能也會對你有印象 欸這個人就是上次講了 鼓勵我的話 那我有記住他這樣 是不是就被人家記住了 第四種 講心酸型 這個 網友留言也很多喔 都不揪 都不約喔 喔這個 這個超多人 超多人私訊的 那通常會講 都不揪都不約 這種人最難揪的 不然就是揪了 他也不會出現 應該是吧 大家應該 有很大的 體會這樣 這種人 不然就是 根本沒有熟到 可以一起出去 講心酸的這樣子 我覺得呢 朋友要約 大部分應該都是直接私訊 應該基本上不太會留言 還是有的是 比較少這樣 除非 就是你太會爽約 或是你一直約不動 那就真的沒有辦法 你已經被朋友黑名單了 黑名單到你只能去留言 找你朋友 因為沒有人私訊救你 那這種時候 如果還去朋友下面留言 真的就是 會變給彼此難堪啊 我覺得 自己種了果 就要接受啊 那 不然通常喔 朋友 私訊啊 積極喬個大家 休假的時間 出去吃個飯 應該 其實真的是沒有這麼困難 只是有沒有心而已啦 那熟不熟定義 其實每個人不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 呃 沒有在私聊的人 然後 下面留言這樣子 我就會覺得有點 有點傻眼這樣 那如果不熟的人 就我覺得 就真的不需要在 別人的留言下面講 什麼都不約都不糾 這樣子的話 除了讓你自己會 有點難談之外 也會讓被留言的那一個人喔 非常問號 搞得好像 他排擠人一樣 但是 其實你們根本不熟啊 第五種 鳳刺行 那 這種就是 通常會遇到都是 就是出國玩的時候被說 喔好爽喔 不然就是自己賺錢買的 喜歡的東西 可能單價比較高 然後還要被 那個 諷刺說 唉唷這個很貴耶 你錢從哪裡賺的啊 你怎麼賺這麼多錢啊 這種 通通統稱 跟諷刺行 我覺得 其實任何人都沒有必要去 評判別人的生活過得如何 那就算你要評判也請私下 不需要直接踏到人家面前去評論 就是到人家的版面去評論這樣子 通常會留這種類型的留言的人呢 應該都不是太熟朋友 甚至根本不太認識這樣子 可能只有點過頭 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這種關係之類的 那我覺得 怎麼賺錢 賺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除非是親朋好友 不然 誰都不會 去知道這些別人的私人的問題吧 你看到人家出國玩得很開心 或是花錢買了很貴的東西很開心 如果你單純想要諷刺人的話呢 那這段就可以跳過了 那如果你真的是 以前不小心犯過這樣子的錯 你只是好奇想要聊 或許你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例如 哇 我一直很想去這個國家耶 好棒喔 就這種 會讓人想要真的繼續跟你聊 或是回你的留言的這種留言 就是 一種互相分享喜樂的感覺吧 他就會更願意跟你 跟你聊更深入啊 其實這五個下來 其實就只有一個 最大的宗旨 就是 講話 不要太過的尖銳 然後 要 溫和 文華 不要自私 因為 畢竟你去留言那個是別人的版面 那是別人的家嘛 你當然要當一個好的客人啊 不是 你當一個好的客人 主人才會對你這個人 有好的印象 如果你去別人家做的客人 你在別人家那邊 隨便拉屎在人家地上 或是幹嘛幹嘛的 我就不相信那個主人會很開心 哇 我今天賺到一坨石 太棒了 大部分的人還是會希望 來我家的客人 就是來我版面的客人 來我版面留言的人 能夠 好好的這樣子吧 一個良好的互動 這一次也很感謝 珊珊們跟我一起完成這一次的主題 因為我是在IG發現洞 有發問 收集大家的意見這樣子 那接下來 我還會做更多類似這樣子的主題 如果珊珊沒有任何的意見 或想要聽 其他的題材 都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說 或是跟我討論都沒有問題 好的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 轉影片按個讚 最後還有小鈴鐺 掰掰 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不要忘了 還有 小鈴鐺 掰掰